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天天 今天透过年轻不留版这个单元 我要继续和你分享启凡的生命故事 启凡曾经是一个同性恋 折化了耗长的一段时间的挣扎 才走出同性恋的生活 当他在痛苦挣扎的时候 他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我们就来聆听启凡的分享 在上班的时间就收到姐姐的电话 她说妈妈出事了 你赶快回来 我很匆忙地订到车票赶回老家 姐姐她们才跟我讲 妈妈是被一个精神病患者 砍死在家里面 我的愤怒冲过我的头 很想去到那个伤害妈妈的人的家里面 把她的父母全部杀掉和不饶暑 开始每天晚上会做噩梦 甚至睡不了觉 妈妈的事情一下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在工作 我挣钱是为了她 可是她不在了 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去同性恋的酒吧去喝酒 我每天只能靠灌醉才能够睡觉 不能去酒吧的时间 就跟他们去开房去发生关系 觉得你看 你的神在管教你 你妈妈被杀害都是因为你 所以在那个时间 活在自责里边 对自己很恨 那直到2011年的春节 我跟一个朋友分开 我很痛苦 所以又重新地去 过很堕落的生活 解决肉体的情欲就好了 2011年年底的时间 我就突然间浑身长满了湿疹 痴疹 因为滥交的关系 打什么针 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就知道说 我要悔改 所以在那个时间 我在住的地方 我每天祷告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在祷告里边 神就把我过去的经历 祂的恩典 祂的恩典 祂的医治 祂对我的爱 我之前为家庭活 为父母活 祂同样的把我一开始 进入这个同性恋的圈子里边 我抱着怎样的对爱情的憧憬 但是到最后 原来这个圈子跟我以为的完全的不同 里边充满了堕落 自私和人之间彼此的纷争 矛盾 伤害 当神把这些画面一遍遍 放在我的里边的时间 我从心里边痛悔 神啊 求你来怜悯我 来怜悯这个罪人中的罪魁 我告诉自己 启凡 你不可以再让爱你的神伤心 你要为他而活 做了这个决定 一周之后 我身体上所有的施疹就不见了 痴疮完全的康复 我没有去吃任何的药 所以我知道 他的怜悯是那样的真实 我更坚定的 在祷告里边 告诉神 启凡 从此为你活 在那个时间 神的话 又一次 在我的心中 他说 孩子 我爱同心念 甚至将我的独生 儿子赐给他们 叫他们中间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他又再一次把 两年前说 你带我向他们问好 那句话 又一次放在我的心里边 我就知道神 爱他们的心 然后我在祷告里边 觉得这样的人 活在地狱里边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的心中的伤跟痛 以及他们心中的破碎 他们自己的父母不知道 没有人给他们一个 可以真实地认识神心意的机会 我就对神讲 神我一定要把你的心意 告诉在这个群里里边挣扎的人 我要把你的爱分享给他们 去为你而活 从那个时间开始 神在呼召我 神给我开道路 带我去参与 圣经辅导的事工 我的老师 他关心我 陪伴我去处理生命中一些 饶恕的议题 我可以去面对妈妈的事情 我可以饶恕家人 特别是伤害我妈妈的凶手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我现在看待自己 我深深地知道 我是神的孩子 而且我是一个 他所喜悦圣洁的孩子 如今我很欣赏我自己男生的特质 我很爱我现在的装扮 皮鞋 衬衣 很西装 这是过去我很讨厌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 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一切都改变了 我真的可以很幸福 美好的去享受 神的创造的身体和性别 有一天我能够承担责任 去照顾我的家庭 我的妻子 我会觉得是一件 很美的护照 在基督里 我们有永远 不能被摧毁的盼望 非常感谢启凡 在《年轻不留白》当中 这么真实地 和我们分享 他这一路上的挣扎 他的痛苦 他的挫折 甚至是他的羞耻 他这样侧路敞开的 和我们分享 他的故事 我相信每一个人 在一生中 总会遇见挫折 我们发现 我们所需要的 不只是从人来的帮助 我们更需要的是 一种笃定的平安 一个盼望告诉我 我有一条活路可以走 正如同启凡所说的 在基督里 我们能够拥有 不被摧毁的盼望 而透过启凡的故事 我也真的要再次地说 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都是被上帝所爱的 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性别 所拥有的这个身体 都是上帝最美好的创造 也都深深带着 上帝的祝福 当我们无法接纳 自己的时候 我们需要被上帝来医治 重新看见自己的美好 希望今天透过 启凡的故事 能够祝福你我的生命 而如果你在听完 启凡的生命故事 你觉得很感动 欢迎你来信 跟我们索取 启凡的生命故事CD 是一片60分钟的CD 你可以完整地听见 它的分享 来信请记 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者是进到 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板 来留言给天天都可以 最后祝福你 喜乐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